幾乎不需要什麼幾何公差 你這些焊接間 連連 那它相關的位置也沒有什麼必要相關 那這個是從這裡我們先看 這個往上的時候這裡是抽 就坐著往上 往上的時候是抽 那往下的時候是擠 所以抽跟擠一定有兩個洞 抽一個洞,擠一個洞 所以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從這裡到這裡是一個流路 然後這裡是一個流路 那它在同一個平面 這兩個流路是放在同一個平面 所以在上司徒看的時候這裡 這兩個 這就是同一個平面 還要破 破了 有一個是吸 吸有吸,吸進來 那一個是把油打上去 打進去 讓這個千斤鼎往上跑 好,那現在吸進來的油是從哪裡來 從這個外壁這裡是放油 這就是油槽 外壁這裡是油槽 所以油槽的這一個位置 它吸進來這個油槽的位置 所以它吸進來的洞是這裡 所以吸進來的時候是往這邊排 所以吸進來的時候是往這邊排 壓下去的時候是往這邊排 然後 這樣會分的清澈 那那個油路 從上司徒看的時候 就要掉一個洞 掉一個洞 掉一個洞 從側邊再轉一個洞過來 再來 怎麼讓它吸上來 是不是上面一定要有一個洞 它才會輸出 那那個洞在哪裡 在哪裡 是這個它的摸 是不是這裡 這裡有一個小圓 就在這裡 是這個 有個虛線那個對不對 嗯 兩條 還有幾條嗎 這個 上去 這個 你要看有 看有 對 它才能夠 你才能夠畫得對 這個是什麼 鋼珠嗎 嗯 所以稀有的時候 它是這樣子衝過來 那這個 鋼珠是不是就被衝開 嗯 那油就流進來 那流進來的時候 這裡不能跑過去 就往上跑 那你這個時候 這邊要怎麼 它才會 往 這邊打開 就是 那個 鋼 壓的時候 這有一個 虛線的 虛線 應該是通往上面的那個 是不是 通往這個地方 嗯 那現在是你 吸上來的時候 嗯 要壓下去 是往哪個地方 跑 就 往這裡 壓 壓下去的時候 就會 往哪裏 跑 往上面跑 從這裡 那你 可是 如果沒打開的話 它會跑 過去吧 它不是有彈簧嗎 彈簧 好 油不是會把這個 柱子 這個叫 指揮 鋼珠 鋼 鋼球 推 油就 往這裡跑 嗯 那這個 這個洞呢 這個洞就 通往 中間 這裡 這裡 它就 推 往上去 好 好 好 那現在 推上去的時候 要卸壓 這個比較大 卸壓 卸壓 你一直打 一直打 它就一直上去啊 卸壓 因為 這是 通往中間的嘛 嗯 所以有應該是 在中間 那卸壓 就會是這個洞 嗯 在中間這裡 應該是走這邊吧 嗯 就這裡 嗯 這兩個 我們就要轉這一個 把這個 鬆開 鬆開這一支螺桿 就退回來 退回來的時候 這個竹子 也會跟著退回來 嗯 因為它這個靠重力 這個 這個蠻重的 嗯 嗯 這中間這個是 石心的鐵棒 嗯 石心的螺桿 所以它還蠻重的 它這樣靠重力 現在下來 啊 下來的時候 這個油就從這裡 油 自然就把這個珠子 往外沖 嗯 往外沖一點點 因為這裡 這是魚細 這裡沾沾 嗯 這裡就是 鑽孔的時候是 鑽這樣尖尖的 嗯 所以它剛珠下去的時候 是 一點點 它就把它塞著 啊 只要離開一點點 嗯 它油就馬上滲出來 往旁邊滲 就流到這裡 就流到這個 桶壁 嗯 嗯 所以你 那三個油路 要 剖面出來的時候 要 講得很清楚 這樣就對了 啊 它給你的仕圖 喔 表示是不好的 怎麼說 因為你這樣子看 有些看 對 你應該還要增加一個 前仕圖的剖面 這樣來交代會比較清楚一點 前仕圖 它還沒有交代得很完整 嗯嗯嗯嗯 所以我們 你給它看 看你的度 如果你只有按這樣子 抄下來 大概只有八十分 嗯 不算那麼高嗎 這樣不夠 大家都這樣 大家都這樣 對 因為這樣抄抄的 快點 快點了 快點了 我們先看一下 明天 沒關係 我們看一點點 好 我們先看 試圖 先看這個回路 先看這個回路 我們先看這個回路 那一張 那一張 幾張我等一下 我們先看這個回路 是稀有的嘛 好 稀有回路 從這裡吸下來 往這邊跑 那這裡為什麼有一個洞 通往 這裡啊 對 通往這邊 所以你現在剖面 滑下去 我們從這個仕圖來看 跟這個仕圖來看 你這邊就沒有 就沒有 交代到說 它這個是通往哪裡 這裡看不 哦 對 好 所以在這邊就要剖剖剖剖到下面 露出這個稀有的回路 然後通往 送 沒有 你如果把這裡剖開的話 你上司徒就看不到東西 剖開上司徒 嘿 你就看不出它上面外觀長什麼樣子 嗯 所以要修現 你這邊 你這邊 其實你像 我現在剖這個 嗯 這個是表示 進有回路 稀有的嘛 稀進來的回路 你上司徒這個是 表示 出無有的回路 對 所以西跟送 這兩個回路 你應該是個別給它交代清楚 嗯 嗯 要怎麼交代清楚 嗯 可是它是各自獨立 然後它沒有交代說 進去之後 怎麼到達出那邊的流路嗎 出有啊 你現在就是說 你知道它是進跟出 但是你要學道的人 你要學給他們 知道說 你現在是在學 這個司徒是在講進 這個司徒是在講出 嗯 所以我如果要學 我如果我畫 我不會在上司徒 把它剖面 我會在找前司徒去剖面 這個剖面 這個剖面 我們是不可以 用進的剖面 跟出的剖面 嗯 好 OK 所以就是 這裡 比如說像這裡 H切一次 切一次就在這邊了 對 然後這裡再切一次 對 哦 然後進跟出它 然後這一個是 進 洩油孔 洩油孔 對 一個 啊進 你吸進來到出 那個連通油路 那個連通油路 就是 現在的這裡 對 好 然後 那個連通油路 老師如果你來畫 你會怎麼畫 我可能 我可能會畫在這一個部分 會選擇畫在這個地方 跟你現在畫的這個地方 然後 連通過 那裡 就交代完畢 就交代完畢 好 好 這樣 個思考看看 這差不多完整了 如果像這樣子 你現在這個是進 這個是粗 嗯 好 那 這個是剛好選擇到 他們兩個 位置是同高度 嗯 兩個位置是同高度 嗯 對這個試圖來看 這兩個 剛好是同高度 如果一高一低的時候 它的表示你要怎麼去表示 是 然後再來 你這裡已經有剖面了 對嗎 這裡已經有剖一個 你這裡還有一個多餘的 嗯 所以 這邊 你就可以 把它折起來 嗯 折起來 這裡就是 外 那個 粗油 這裡是 稀油 好 你就不用像這樣 這樣 這裡 稀油一個 這裡也畫一個 嗯 啊粗油也畫 好 嗯 好 這樣 我的剛才 怎樣 那老師我如果把這個 我畫在這邊這樣可以嗎 來我看看 你現在 一樣 這個 這個畫了兩次 嗯 好 然後 這一個 測試圖 你現在 就是兩個 兩個 連通的 表示了 比較不完整 兩個連通的 連通的在這裡 嗯 剛好在這個 中心 這個圈圈是什麼 我想說 三十五床 不是兩個 貫穿的話 三十五床不是有個圈圈 不是有圈圈嗎 它就是那個 通往上面 上面 那個 的孔 它剛好就是 剛好在這個 紙字 啊就是剛好在這個 這個 這裡 嗯 這裡 這裡 啊就是這個 蓋這個 對 你看看 這個有圈圈的這個孔 這個 對 對 就是這個虛擬這個 虛擬這個 虛擬這個孔 哦 嗯 對嗎 嗯 在這裡也沒有 嗯 我想一下 你破就是 你這個四圈是破到這裡 嗯 所以這裡就沒有了 這個位置就沒有了 這個位置 是 看不到 那個孔轉下來的時候 這裡不會有洞 那個是在上面 好 陳秋 你現在有沒有 這樣 切下去 切到這裡 這個上面 這都沒有了 好難想想啊 哈哈 所以 我就說這個測試圖 還蠻重要的 就是你切下去 你要 切上面這個孔 蓋的相通 嗯 在這裡沒辦法畫出來 你就是在這個剖面 扒下去 才可以看到它 這個是通往上面的洞 好 所以現在這樣也表示不完整 這邊 這邊 你現在畫這樣 就是那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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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有表示出來 但是這裡還有 還有 雞 這兩條算是嗎 這兩條 怕錯了 應該是細時線 標準 對 標準的細時線 這樣就有 有 交代清楚 嗯 好 對 好 這個孔是要用什麼 這邊有這個孔 酸螺絲啊 酸螺絲啊 酸螺絲要做什麼 放那個指揮 指揮 指揮的槓珠 這個指揮的槓珠 這裡也從這裡放另一個指揮槓珠進去 對 所以它在揮槓珠進去 它在揮槓珠進去 揮槓珠進去 揮槓珠進去 壓下去的時候 這邊就塞住 它就不會再撈到回去 它就按另外 上面再撈去 好 好 這樣 先煮這樣 好嗎 好 好